其实今天很轻松的一个场合 并没有特别把它作为一个讲座来做 因为也是一本新书 然后刚刚在台湾的英课出嘛 所以也借此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然后也是围绕这本书来聊聊天 那我刚才讲到跟Alice都是老朋友 所以之前的话呢 我们也围绕这本书也谈了许多 因为每一本书上台也都作为 无论是作为一个朋友还作为一个读者 实际上一直也都给我很好的一些意见 那今天呢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叫细年 实际上里面确实也包含两个元素 一个是细一个是年 所谓的细的部分 那我在学院里面有写到 叫此细今年 此细今年说到底 里面仍然就是也包含着 我想我自己做一个作者 对这些年的写作的一种梳理 也包括中间的 可以讲是一种对我过往的人生的一个反思吧 因为大家可能 如果有读我作品的就是读者朋友 应该之前也有读过我在07年的时候 在台湾出版的另外一本书 叫做七生 那七生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 实际上创作初中也蛮简单的 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少年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轨迹 然后去把握一下实际上在整个的 我所身处的那样的一个时代 那种所思所感所想 从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是投射 可以讲是我作为一个个体 所能够感觉到的一个时代的经验 所以在这本新书里面 实际上我更想去从我自己的心里面去认知的一个状态 就是人的一生实际上和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间 实际上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叠 那这交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你感知这个世界的过程 戏的部分 我们这样说一句话叫做戏弱人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那最好当然也是因为我同时我也非常喜欢电影 最好也是因为就是 我很喜欢一位导演侯小姐先生 侯小姐先生有一部作品 有一部作品实际上是以一个就是布袋西艺人 布袋西艺人他一生中间的这种生活的 可以讲是人生的一种开河转折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溃口 实际上是写出来这个台湾的社会 实际上是几十年来的变迁 那从所谓的日剧到光复 这段时间中间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折射出来的部分 苦痛也好 快乐也好 悲凉也好 或者说尘埃落定也好 种种种种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对于一个个体来说 实际上都非常的宝贵 所以大家应该都对这部电影还蛮熟悉的 这部电影叫做戏梦人生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从一个老一辈的艺人身上 我们一方面发现看到实际上他一辈子 作为一个布袋西艺人 一辈子都在上演或者说扳演其他人的命运 但他自己的作为一个实体的一个现实的人 他的一生却可以讲是非常的淡然 心随意动 一生中都在随着这种时事的变换 都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开河在往前行进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这一点恰恰是最打动我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 我经常会想到的一个词 实际上就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可以讲是在一个时代的动荡里面 最能够使每一个个体和这个时代中间发生衔接的部分 那特别是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里面有陈铭江先生的一首主题曲 主题曲叫人生已婉然 所谓的行到水穷处 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感觉表达在我的小说里面 使得要表达我自己现在算是三十年来的一个可以讲是一种人生的观念吧 所以我在里面有写到尹师傅这个人物 也是一个老一代的艺人 像现在也都蛮少见的了 因为在南京 南京作为一个古典气韵非常浓厚的城市 仍然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人 这样的一些身影 虽然已经也不多见了 他们也保持着等于是一个上个时代的一种遗迹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小说里面表现出来 不单只是在描画这个人 实际上我也能够感知到 或者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一个逝去的时代的身影 那当然我想讲另外一点 就是所谓的戏和人生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有时候也是一种互动 这种互动它的价值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正在于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如何自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经常去讲到就是对于所谓的往日的追怀 对于所谓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种传统观念的一种成绩 实际上一直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关注 甚至于致力去把握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文化身份的认同 那比方说在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我们知道中国有几次非常大的这种文学 甚至于辐射到文化的界别的这种大的思潮 那其中之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派别 叫做悬根派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派别的出现 实际上就和我刚才讲到的 我讲的反思是有联络的 因为五四已降也好 一直到就是八十年代的中期 实际上中国能够看到几次非常重要的 这种所谓的文化的断层 或者说这些断层里面 实际上可以发掘出来一种信仰层面的一种断裂了 那当时阿诚先生就讲到 实际上比方五四 他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打击 那他到了文革的时候 他甚至讲到文革的时候 甚至是把中华的传统文化的一种遮羞布也撕下来了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这种精神的状况 他实际上是非常无拙的 所以在大概八四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非常著名的杭州会议 那就有一些当时的中国这个文化界的一些 一些可以讲现在看来是一些精英了 一些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们就提出来寻根的概念 寻根的概念它的底里在什么 就是寻找所谓的中华文化之根 当时我们比较有印象的就是 他代表人物比如韩少宫先生 但是其实更初期 他们之间还有些互动 比如比较早的时候李陀写过一封信给沃尔图 那封信叫创作通信 他里面就讲到说 我经常会思念我的家乡 那当看了你的小说以后 那我更加有种意愿 去回到家乡看一看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 实际上是一代人的 他们的一种文化思绪的一种反射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 就是所谓的这种 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挖掘 或者说对于这种 我刚才讲到对文化 这种断层或者这种断裂的 这种重新重新的这种再造 实际上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他们 他们所熟悉的某一块地域的回顾 那比方说 接下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小说家 都写了有关于他们自己所熟悉的 对他们而言是一块热土 对这些这些他所熟知这种地域里面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去呈现 通过去表达 去挖掘所谓的文化之 中国文化之根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的 这一类的作品 比方说这个贾平花先生的商周系列 也包括李航律的葛川江系列 也包括扎西达瓦的这个西藏系列 那我们就看到 似乎他们重建起来的这种 有关于文化的面貌 真正重新整合了所谓传统文化里面 最精髓的部分 所以这个其实也应和了 就是我们对于刚才讲到另外一个词 对文化身份认同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东西 就是因为苏比尔霍尔就提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两种文化的范式 那其中之一就是 其实每一个民族他们都需要一些 共享的文化经验和历史的追忆 那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民族赖于继续延续的一些不变的意义指涉 那说白了实际上就是 我们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最古典和传统 还有向往的中国人 实际上在或者说致力保留这些东西的中国人 实际上在我们的心底 真的一直在追寻 这块东西怎能够 怎样能够让我们会有所底气 那实际上这一部作 这一系列作品的产生在当时 为什么一系列的就是 无论是文化界 还是在影视界 还是在一般读者中间 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我们也知道当时 一些后来得了国际大奖的一些影片 实际上都有关于词 比方说红高粱 红高粱写出了一代中国人的那种 在我们压抑了很多年以后的 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那种血性 那种张扬 实际上都是一种最根植于民族性的 最本源的东西 叫做九神精神 我们中国人好像 宋明理学一脉而下来 就是总觉得有太多的约束 有太多的规条 但是寻跟这个派别里面 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有所谓的野性这种旷达 有一些在任何的时代里面 中国人相所忽略的那种大的 一种情绪的开合 那在这个派别里面 实际上都有所表达 但是在我写到信念的部分的时候 我想其实整个中国的这种时代的面目 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 在信仰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在所谓的中华文化之根去寻求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和当时的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那种文化的断裂之间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异了 或者这么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或者说会更加的激烈 比方讲其中之一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的问题对我们的清洗 因为我是生长在南京 所以这一点反而是比起中国的其他的大型的城市 相对来说可以讲是稍质厚硬一些 因为南京作为一个古典气运的城市 它的那种包容感 它的那种对于古典文化的延续感 可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这两年实际上也有蛮多的一些变化 因为整个的这个城建的urban planning 这种城建规划的改造 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比方要建地铁 你作为一个新兴城市 必要的这种交通状况的改善 实际上都一直在怎么讲呢 一直在改变着一个城市的面貌 也在改变着这个城市里面 一种独特的一种古典气运的保留 所以前几天我还在和这个 叶兆岩老师在谈论这个话题 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叶老师做了一场 三人形的这样一个对谈 就是谈的 其实还就是 我们就是一起生于私长于私的这一块土地 里面的就是和现代的 或者就是后现代的种种的这种元素之间 这种汇合跟撞击 里面就有谈到这个话题 那当然就讲到 实际上对于古典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 实际上并不是说非此即彼 里面实际上有一种 窃合或者说 可以说做到一种互相之间的交融 比如当然有个词叫做 乡牙式的这种 乡牙式的这种成见规划的模式 就是把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 参丝开来的拼接在一起 但是后来就是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种实现的过程中 也并没有特别的顺利 所以我想讲到的就是 有关于在信念的这部小说里面 更多我想表达的 反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中间 这种古典的东西 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这种古典的东西会如何自处 这种传统的东西 还有没有继续可能的延续性 所以这个恰恰是我觉得 就是比较有这种戏剧性的部分 就是之间的这种撞击 之间的这种碰撞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生的血液 对 我就暂时讲这么多 对 刚才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葛亮的讲说呢 他的历史那一部分 那一块讲得非常的扎实 而且呢他从这个文化 寻根这个历史背景呢 大时代背景讲到现在当下 全球化的问题 那其实呢文化寻根的历史背景 我们如果有兴趣 还是可以从葛亮的其他作品里面去了解 但是讲到这个全球化大时代 这个文化的冲击 最近呢我也听 国内的作家阿莱 那位西藏的作家 他也讲到 我们人呢要是把旧的东西毁掉 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将来想把旧的东西再重建 或者重建新的东西 不是这么容易的 他在说他预言呢 我们将来啊 十年后大家就 不用太久 十年后大家就会后悔了 你看现在就说啊 葛亮最熟悉的 他的南京这个都城 那南京有一段拆迁 其实哪个城市都在拆了啊 就把旧的东西拆走 然后改成新的 所以这个新旧交替 这过程里边呢 当我们开始警觉到 哎呀 对旧的东西有点怀念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这里卖个广告 我发现可以从作家的作品里边 去寻找旧有的痕迹 这个痕迹呢 不是那个物相的 而是精神文化方面的 以葛亮为例 因为今天呢 我是特意是读了 他的戏年先来 但是呢 他的其他作品我也读过 比如说他的长篇 朱雀 朱雀这部小说呢 可以说也代言了 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应该是文化底蕴 新的文化面貌 有带葛亮在其他的作品 在续说 但是这个文化底蕴当中呢 他就有一些朋友就说 葛亮 我把你这本书当是 那个南京的导游书 结果去了大师所望 不是那回事 难道是文人多大话吗 那我没有拿着他的书去 南京旅游这么浪漫的想法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打开他的书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戏 就是看故事 从这个故事里边呢 其实大家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东西呢 会生出不同的想法 所以你们各自 也在创造不同的一场戏 那我所看到的 葛亮的朱雀的这一场戏呢 我自己觉得最精彩的 就是那种精神方面的 那种文化底蕴 我不是在南京生长的 但是我从一个外来人 去感受南京的那种文化 感受当然和葛亮不一样 在座的朋友们 感受也会有不一样 因为你们看的 和我所看的不一定一样 所以在这呢 我也想请葛亮呢 不管是从你的戏年还好 或者从你其他的 一些过往的作品呢 讲讲你在作品里边 投射下那种文化 所谓的文化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介绍一下 葛亮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 他从南京到了香港 因为是保送来了 港大读硕士 在港大中文系读硕士和博士 现在又在进会教书 那他的事 抱我的简历吗 对不起 是你的粉丝比我还清楚呢 那葛亮从南京这个城市 到了香港 所以你们发现 他的作品里边呢 真的是把南京写到了香港 接下来在戏年 这部小说集里边 因为我刚介绍了 有四部短片 中短片小说 他的视野不单止 立足南京香港 还扩展到了世界 里边提到温哥华 有点寻根的感觉 也可以按吻合 刚才葛亮所说的 他的文化寻根 所以这个文化方面呢 在葛亮的创作底下 我觉得是比较交杂的 他不是单纯的 单一的去写 自己南京这个都城 他的视野呢 我觉得是一种 新的文化力量 更广阔 王德威教授 特别对他赞赏有加 那具体怎么写 我就忘了 我记得王德威教授 就说 葛亮的文笔呢 非常的温柔 温暖 是温暖 温暖清澈 那我觉得是他自己 性格使然 所以所写的东西 再怎么残忍 残暴 也好像很温柔的 叙述出来 但是温柔的底蕴 比如以这个文化 拆迁为例吧 我们看不到有的南京城 他的物象看不见了 他的文化有时候 也在不断的消失 所以我想请葛亮呢 从你这个文化底蕴方面 讲讲自己的经年之系 你个人的人生之系也可以 或者讲讲就是 你背后的这个文化 修为文化底蕴 你是怎么看 当下这个文化方面呢 任何的述说 都随便你自由发挥好了 我好像再做一场访问 首先我觉得 这个问题是可以做博士论文的 我问的太大了 大了 所以就考验葛亮 把它说小来讲 OK 首先刚才 施小姐 一开始 Alice一开始 就谈到就是 有关朱雀 朱雀实际上确实就是 有一些我的朋友 特别是台湾的朋友 因为大家知道 台湾上跟南京之间 实际上还是有一种 蛮微妙的情怀的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朋友 真的有的 跟我讲 拿着朱雀 然后去到南京去感受一下 所谓的孤独的这种情怀 确实会感觉到一些落差 为什么 实际上 这个一方面 我的小说 实际上它的 这个朱雀跨度蛮大的 从23年一直到迁徙 那写到现代的部分 也是在90年代的部分 90年代实际上 到迁徙年之前就停止了 但实际上迁徙之后 南京的这种 进入到这种工业化的进程 实际上这几年 非常的迅速 改变了许多的东西 几乎我每次回到家乡 我都会觉得那种变化 蛮天翻地覆的 对 那对于一个地道南京来说 南京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所以你拿着朱雀 真的说要去 按图所记的感觉 去感知这块城市 你会觉得每年的话 和这本书面 所涉及到的南京中间 实际上都会有所差异 因为这本书没有变 但只有这座城市在变化 所以去年的时候 因为朱雀在内地开始发行 然后有些内地的 也是一些媒体的记者朋友 有跟我谈到这个话题 后来就说 他说葛亮 让我很担心一点 就是你现在 在朱雀里面写的这部南京 将来会变成一个纸上的南京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也看不到 对 就是说 这个五年前或者 就是说09年之前的南京 都已经看不见了 就是说你看 你写到了这个南京 很可能最后就 会变成一种文字的遗迹 对 所以 因为我去年 有关于这座城市 我谈了很多了 因为去年有一个专题 叫朱雀七生 叫我的写作 我的城 所以和我和这个城市 之间的渊源 已经谈太多 所以我今天反而是 想谈另外的 就是一个话题 就是说 实际上 有关于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 历史想象的问题 因为 我写小说 实际上有很多的 这种关注 或者说我自己 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反而是相对来说 比较老旧的部分 那当然有些 就是外界评价 比方说老灵魂之类的 我倒没有给自己 特别的有这种定义 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写老的东西 我会写的老的东西 能够让我心里面 比较有底气 或者说比较的 有一种很扎实的感觉 当然 因为 阿里斯一开始 虽然 我们之前没有特别交流 这个问题 要谈这个话题 就是 有关有父辈 对我一些影响 包括在审美方面 我比较 小的时候 就是 我的父亲 又给我看一些 笔记题的小说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慢慢建立起 我一些审美 就是 你会觉得 一些很小的掌握 一些 这只字片语 里面实际上 涵盖的是一种 非常广阔的一种 人生的道理 或者说 有时候是直接投射了 一种人生的境界 那当下 我们可以讲 生活在一个盛世 但是当下的社会 它本身那种资讯 那种爆炸 使我们对各种各样的 信息应接不下 实际上 这有时候 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影响了 我们的甄别力 所以这本书里面 另外就是 有一个主题的中篇 叫信念 这个信念 在格式上 我自己还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 也可以讲 是一种探索吧 就是 从一个年轻人本身 就是 他作为一个 电影 可以讲 电影的爱好者 从他的小时候 从少年开始 然后 一直到他的成长的 整个的这种 看电影的脉络 然后希望 也能够投射出来 他所经历的 这些年代之间的流转 也包括 这些电影里面 本身呈现出来的 这种文化的信息 或者信号 那对一代人的影响 所以这一篇 这部小说里面 实际上也提到了一些 我想 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 一些具体的 就是 我刚才讲到的 一些电影的 一些话题吧 比方说 我们共同经过的 用香港这边的 一些概念来说 叫collecting memory 叫做集体回忆 有些部分 我们共同看了一部电影 比方说当时 这个少林寺 因为少林寺 实际上是 在内地能看到的 第一部港产片 就有香港投资的一部片 现在当然 当时的李廉杰 和现在我们看到的 Jet Lee 实际上是完全两种面目了 当然那种青色 实际上我们现在 觉得更加的可爱 那种感觉 但当时真的可以 做到万人空巷 万人空巷到什么程度 这样的一部电影 在当时内地的票房 是一亿 我们现在看了 好像似乎也没有 那么夸张 但大家知道 当时的一张电影票 的门票是一毛钱 一脚钱而已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当时那种盛况 是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 就想讲一部片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叫庐山恋 庐山恋 因为最近有重拍 但重拍的好像蛮烂的 对 因为当时是一个 非常好的电影导演 叫黄祖某先生 黄祖某先生拍这部戏 他的这种跨越式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他真的改变了 一代中国人的恋爱观 我们知道 实际上文革已降 有太多的 这种对中国人 这种约束 规条 甚至于有时候 变成一种 对于人性的打击 所以为什么 我刚才用了一个词 叫文化断裂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样是阿诚先生说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蛮难定位自己的 你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好像怎么做都不是 但实际上 在恋爱的这样的一条 这样的一个轨迹上 黄祖某就是 为一代年轻人 开辟了一条血路 你知道他里面 还是非常含蓄的 在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叫张瑜 我不知道可能 年纪大一点的 年长一些的朋友 更加有印象 他当时是一代 年轻男人的偶像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 可以讲 可以把它比对为 美国的 奥黛利赫本 奥黛利赫本 大家知道 真的为什么可以比对 因为奥黛利赫本 曾经他在 罗马假日里面 就是剪了一个短发 后来成千上万的 从少女到少妇 都模仿他 叫赫本头 大家知道 像在中国内地 有一个叫张鱼头 听起来但听起来 不太好听 张鱼头 因为张鱼也是 演了这部片子里面 他剪了一个短发 这种冲击力 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他在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在表达自己 对于他的 一见钟情的恋人 就是一个男孩子 但他怎么表达 他说 他用英文说 他说我爱我的祖国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爱我的祖国 然后那个男孩子 居然就议会了 然后这是一个层面 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 这部电影里面 就所谓的 叫中国第一吻 就是他们俩在游泳的时候 突然那个女孩子 非常出其不意地 吻了他的 那个男主角一下 哇 那个 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 都是为了去看这个吻 现在我们听来 好像没什么 这算什么 在那个时代背景底下 这一吻很重要 对啊 这算什么 但是实际上 这是跨世纪的一吻 就好比 我们看另外的一部片子 星光半我星 星光半我星中间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动人的部分 我不知道这个 好像在内地是一城 叫天堂电影院吧 但中间很动人的部分 就是后来的那个小孩子 把电影里面所有的那种 接吻的那个镜头 把它组合成了 整个的一张胶片放出来 我们看那种次第的那种 那种身份浅尝也好的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动人 为什么实际上 这是一代人那种精神的释放 所以我们看 真的是讲一个电影 并不是在讲电影本身 你包括另外的 因为我这篇小说分为叫 少年同年 童年少年青年嘛 那实际上在中间 少年的部分 然后写到了 就是 那也有一点点记实吧 写到的是我的 我的祖父辈的一些经历 那就是好莱坞实际上 对中国的冲击 实际上不可谓不大 但实际上也是分不同层面的 那真正 我想香港的朋友 可能对这一点而言 觉得更加的自然 因为没有禁忌嘛 但是在当时 在中国大陆并不是如此 有相当一段时间 好莱坞的电影 是作为一种地下电影的方式 在传播的 那因为当时我的情况就是 我的祖父就是 怎么讲 他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民族党派里面的一个领导 所以我有机会就跟他去 就是所谓用 就是那种电影观摩圈 去看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 那是最早接触到好莱坞的部分 但当时觉得非常的惊奇 怎么 怎么电影可以这样拍 怎么电影可以喊口号 怎么电影可以表现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那么有喜感 就是种种种种就觉得 你是一种整个的艺术的表达的方式 完全没有任何的拘束的 一种人性的释放 小孩子不会用这么样的词 叫人性的释放 但是你会觉得那种 对一个人那种打动感是非常直接的 我特别有印象 就是当时 Choplin就是 卓别林的一部戏叫《城市之光》 那部戏真的很动人 因为实际上写到的是他跟一个盲女之间那种故事 你会觉得很多很平常的东西 点点滴滴的一些生活的这种东西 实际上里面会涵盖到你整个的人生观的巨大的一种变化 这个在中国内地当时出产的电影里面 实际上是非常少 你会感觉到这种的 但是好莱坞真正的进入到所谓的内地的市场 大片进入到 就是另外一个词叫大片 那当时 也可以讲真是在普遍的中国人中间 引起了一代的波澜 那比方 比方说当时比较著名的 像类似于狼桥一梦 狼桥一梦实际上在 在中国早期那种 对于所谓的社会规则和道德 尺度里面 实际上不是那么应该倡导的 因为他讲的是婚外恋的故事 对不对 而讲的还是中年人的婚外恋 这是多么的影响到所谓的和谐社会 对不对 但是他表达的非常的动人 表达的非常动人 以至于整个的 那样的和那样的一个时代的 就是他不会说作为一种 突然之间的不和谐的英诚的存在 而整个的对一代人的那种 生活观的那种 那种那种 怎么讲呢 生活观的那种变化 就是使每个个体都呈现出来 对各自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向往 所以我觉得都是很蛮难得的 像泰坦尼克号又是另外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会觉得 你从这些电影本身的 他种发展的轨迹 实际上能够感觉到一种时代进程的过程吧 对 我想讲了年的部分 我大家就想讲这么多 葛亮虽然在说年 可是我脑海里在徘徊的就是 他在无形中帮我们呢 做了一场集体的文化回忆 如果大家曾经在国内生长成长的话呢 刚才葛亮讲的一些电影 可能或多或小呢 或多或少 跟你们呢会有一点接触接轨 就是记忆的接轨 我觉得这种感觉呢 挺奇妙的 比如说刚才他说这个李连杰的少林寺 少林寺 我自己在国内长大的 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 那所以呢 一讲起 很有共鸣 我会马上脑海里边就游魂了 咬完了 游到这个少林寺的电影里头去 当他讲到其他的几套电影 当我有看过的时候 我的记忆 我的印象就会飘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说呢 看一个人的小说 不一定是看故事这么简单 尤其我们讲看葛亮的小说 刚才刚说的他的朱雀 朱雀可能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实际的一些景点的描述 但是呢 从葛亮这一部短篇小说就拿他的戏年为例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虚拟的 就是我们看到无形的一种文化的记忆 文化的底蕴在其中 所以在观者和写者之间的交流 其实无形当中就已经是接上电了 那刚才葛亮讲这么多套不同的电影 我很敬佩于他可以记得这么清楚 这么记忆深刻 因为自己有时候看完电影就给忘了 说到电影呢 我就想到葛亮去年出的这一部 是去年吧 《惠色》在三年出版的 这里边就不算是他的 啊 哎呀我想离题啊 因为戏言嘛 这个人生如戏 我刚才说这个戏 我们可以广东话叫台黑 台黑刚才也说过了 看电影 对不对 可以这个意思 那不管你是看电影 看热闹 还是真的是看戏呢 背后都有一个推动力 就是我们想看故事 每一个故事呢 除了那个电影本身 也带出电影之外的 比如说刚才葛亮说这个张鱼头 这就是电影之外带出来的一些副产品 令我们觉得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边 留下了一个挺有意义的印记 所以既然葛亮要讲他的戏年 这个年这个时间的断裂 就是从这个七零年代讲到 近代了 铁达尼号 他也都讲上了 所以要不然顺便讲一讲你这个 灰色吧 有些很好看的电影的评论 三连的总编找你打书吗 我只是打我自己想看的书 然后呢 在看过还没看过之间呢 总是想隐隐约约了 这个完全是事前跟葛亮 没有任何的沟通 所以葛亮请我今天来帮忙 绝对是一个败笔 对不起 是吗 对 因为我总是跑去其他的方向 这个叫游魂啊 走神啊 但是人生不也就是在不同的道路上 游园静梦 对 你排排怀怀来来去去 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文化 在讲一个记忆 那要不然正好我手上的这本书 是 所以你游园我惊梦吗 对 葛亮现在心惊胆战 那也希望 因为今天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 我是觉得一种文化的交流 就可以很轻松的嘛 OK 所以这种轻松呢 就是让我来这里插科打混呢 搞搞气氛 搞什么气氛呢 就是刚才葛亮讲电影 你们要知道葛亮小时候啊 如果你们有看他的戏年的话啊 还没有看 这个七月热辣出炉 一会儿在门口可以看得到了 就是他是从很小的时候 刚才说了 他的祖父家里带他看内部电影 那从内部电影看到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电影 所以很多种的电影 他都看过 看过不要紧 他还记得 记得更不要紧 还能写出来 写出一定的这个 电影的评论 那这一点很不容易 那要不然 我们想想在座 因为我们在座的 听众的年龄层 年龄组别 有一点夸度还挺大的 好事啊 好事是好事 但是我们想找一个 共同的文化记忆的话 哪一套电影 是大家都有印象的呢 那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好像做一个投票选举似的啊 有没有人看过李连杰当年的这个少林寺啊 如果你们举手的话就暴露了自己原来是哪个年代的 但是我发现年轻的女生也有 去年看啊 这一点很重要 郑林不是我们那一套的 她是 我跟你不是那一套的 对不起 我自己以为咱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啊 那 我们有哪些电影是大家最近都看了 而葛亮在这个晦涩里边 我们一起讲讲文化记忆 我其实蛮想讲 《变形金刚》和《哈利波特》 但是这是去年的书 这么充满这个童趣 但是《哈利波特》好像很多人都有看是不是 没看也看个广告吧 没有我觉得几个主角都长残了 对 长大了不好看 所以说童年的记忆有时候总是这么美好 换言之呢 我还是很沉溺于 好了不说晦涩也行 沉溺于你这个戏年这个短篇小说集 里边的讲到自己童年看电影的记忆 例如在电影的放映室里边 那葛亮的小说最好一点就是 它源于生活 令我们很有亲切感 可是源于生活之余呢 又有一些小说fiction的创造在其中 所以里边的主角不是葛亮 大家不要牵强会不会把它套进去 不过也有葛亮的记忆 你知道什么叫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哦 我发现我再说下去呢 我们的观众就已经离场了 因为来看了是葛亮 那这样的话呢 还是请葛亮说回你的戏年好了 因为刚才他已经讲了 这个我们的共同文化记忆 最新的2000年之后的 就是这个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而旧的 这个应该是哈利波特 是大家的共同记忆了 那讲讲这个香港的城市记忆吧 因为我们就在香港 记着啊 葛亮的小说呢 从南京写到香港 又从香港写到了国际 所以我们讲讲香港的文化记忆好吗 你刚才说就谈哈利波特 所以来谈谈香港的记忆呢 哈利波特在香港 正在报应 因为前天三人行业 有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细节 就是有一个小姑娘 然后站起来提问说 我很喜欢马家辉先生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葛亮先生的东西 所以呢 我来问叶道言老师一个问题 是很冷场 我也有这个效果是吧 谈到香港哪一部分记忆 香港的文化记忆 那香港说到我们所谓的集体回忆总是想到什么皇后码头的这个抗争啊 还有之前我们看岁月神偷啊 这个把一些旧有的东西勉强保留了下来 但是之后还有很多后续的问题 其实这都是我们香港或者世界吧 世界人口也新旧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困境 我们到底怎么样把旧的去掉 把新的保留 哎我说错了 把旧的保留 把新的去掉 哎也错了 到底该怎么做好呢 我不是这个政府人员 我也不是家好 但是作家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架构出你虚拟的一个世界 有虚拟的规则在你的小说里边 那葛亮的小说作品里 其实有很多关于香港的叙述 包括这一部短篇小说集 近年也有 这个话题真的就和HairPod是相关了 因为 包括因为今天来有我的学生 哈喽一下 就是之前也上过我的小说写作课 因为当时也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JK洛林算不算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这一点我是可以毫不犹豫的投赞成票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就说一个好的作家 像Wolf也讲过 一个好的作家 他实际上 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写作人的尺度之一 就是他可以完全的建构一个完整的 能够反映他的一种价值观的独属于他的世界 那我想JK洛林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在他的哈利波特里面 实际上建构了一个我们叫Mangos 建构了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一个世界 他有自己的生存的法则 有自己的游戏的规则 有自己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模式 然后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天马行空的东西 然后而且这种东西上是建基于 超越了人类的这种 这种刚才讲到的生活法则的层面 就是所谓的魔法 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里面同时也在辐射 或者说也在投注 我们在人类社会里面所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 那实际上很多啊 比方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问题 比方说恋爱的问题 比方说各种各样的这种争斗的问题 甚至于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阴暗的 而有我诈的问题上都存在 那魔法师都不是神 说到底实际上还是人的一种一种一种投射 所以你包括他那个所谓的巨大的阴影 一直在威胁的哈利波特的伏地魔 那伏地魔实际上是一种信仰或者反信仰的东西 他的存在一直往往之间对人类就是一种威胁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身这个个体 所面对或者遭遇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我们生存中间或者心灵中间的伏地魔 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要的纠结 你的纠结来自于哪里 你纠结实际上就来自于你自己和自己心灵的一种战斗 对不对 Alice你想什么星座的 糟糕了 昨天呢葛亮是昨天还是前天 他在那个和叶赵颜合 你已经穿越了 我昨天在这 我时间观念开始错乱 其实错乱也有个好处 因为我们可以在时间隧道里边的不断的有奇异的交接 带给葛亮不同的惊艺惊梦 那葛亮是擅长从星座来分析 那好吧我是处女座 你可以带出什么呢 很麻烦的一个星座 在座没有吧 所以你为我的这场演讲准备了很多 很感谢 结果全都不用那个原本的稿子 就是Alice的风格 每次去她电台做节目也是如此 会养养沙拉准备很多东西 结果我们发现完全最后是聊天 因为我根本就不跟自己原本准备得到 在这既然如此 顺便卖个广告可以吗 卖你自己 对 好 让我来卖吗 不不 我自己卖会比较贴切一点 其实呢 在这次来跟葛亮做这一场的新书分享会之前呢 我已经邀请葛亮来电台 我们做一个叫大地书香的节目 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播放 这是一个文化节目 绝对不是赚钱的 而且也是希望和读者听众有一个交流 今天如果大家觉得我跟他焦急的 把葛亮的戏录呢 带得乱七八糟 带得游园惊梦的时候呢 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呢 刚录了一场节目 我觉得录得还不错的 讲了他关于文字的温度 关于对文字文化的寻根的探索 那个时候我没有插科打混 没有打乱他的思绪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接下来这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 可以打扭开收音机 或者上网去节目重温 听大地书香 有葛亮介绍他的此戏经年 这是真的符合主题的讲演 今天就有点被我搞了乱了套了 其实我知道今天Alice做了很大的牺牲 因为他的其实他一向的风格是 是非常典雅温婉的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种 需要这种气氛 对需要这种气氛 所以今天我的老朋友放下了身段 真的很不容易 很感谢你 所以从这个葛亮 我们不要互相捧了 因为葛亮的感觉呢 就是太温稳了 很清澈嘛 像王德威所说的 其实呢时间也差不多呢 我就想说难得有这个机会 大家来这个会展这个场地 也很不容易外边又排队 又热辣辣的 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 如果大家希望和葛亮有一些交流交集的话呢 不妨在这个时候跟他提出问题 或者提出你们的感想 因为我知道呢 有些朋友呢 是追寻着葛亮多年的 就前天吧 时间我换了 我很老吧 那不要说年纪 这是我们在香港很敏感的话题 葛亮的所谓的老呢 是在他文字里边 因为有些评论家不是说他老灵魂吗 那的确是很老 尤其你们看那个朱雀 大家不会想象得出真实年龄的葛亮 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部 这么底蕴深厚的一部长篇 国内很看重一个小说家 能不能写出长篇 因为他们觉得呢 能驾驭长篇的写作者 才是一个很精彩 就有实际能力的作者 但是我觉得能驾驭这个短篇的小说家呢 也是很厉害的 他可以把小说的基本元素涵盖在其中 把我们的注意力抓得住 那葛亮的这部戏年 就是有短篇有中篇 里边有很精彩的地方呢 不是我能描述的清楚的 但是我们在座的朋友 有没有有些问题 想跟葛亮交集 要不然又被我占据了 他的所有的时间空间 因为我是05年就开始关注 糟糕我是大粉丝 05年就开始关注到葛亮 这位写作者 那时候是他刚 应该是05年吧 时间很乱 他刚拿了台湾的联合文学新人奖 他的 我所关注到的 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 《相望江湖的鱼》 再接下去我就开始不断的关注葛亮 他虽然不是每年出书 但是真的 我刚才所说他出的差不多每本书都拿不同的奖项 这个拿奖其实是其次 重点是之所以可以拿奖证明是大众对他的认同认可和支持对不对 那我是身体力行很支持葛亮 因为我差不多他有书我就赶紧看了 谢谢谢谢 而且呢 我所知道哈 未来葛亮可能还会再写出一部关于他家族史的书 因为我刚才特意强调他不想提的就是他这文二代的身份 文二代给他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实际的帮助 但是无形中的帮助呢 他就去真正的去面对自己文二代这个身份 自己的祖辈父辈到底有一些什么历史故事呢 那我想这是一个比朱雀更难驾驭的一个题材 大家对于葛亮未来的创作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 我真的说太多了 那把时间还给台下的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哪些朋友 葛亮的学生们平时呢上葛亮的课 今天又来捧场 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在课堂上的葛亮 葛教授所讲的课题太严肃了 所以今天轻松的多 真的在课堂上反而轻松 今天有你这个外人吗 那我太坐撞了 我们赶紧轻松一点的吧 那可以怎么个轻松法呢 其实葛亮关于你的戏年 年的那一部分 戏全被我给搞混了 弄了一池乌戏 关于年的一部分 其实我没有把你的话题打断的话 说完了没有 关于年的部分 时间 你是说要我的学生跟我交流吗 不了 你的学生很害羞啊 他愿不愿意交流呢 老师开口了 来 学生平时上葛亮的课觉得有多么轻松吗 我们把麦克风给交给那边的小妹妹 这个绝对是90后吧 差不多 对 就是葛老师你好 很久没见 因为我已经毕业了 很难得毕业之后还回来 郑明也是粉丝 我没有回学校探望他嘛 今天就是路过 不要紧不敢什么运营都好 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叙旧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以前在上海带过一个暑假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是跟葛老师先读的是 王安一的那个小说的城市底蕴 我没记错吧 就是 对 这样就是 因为带过在上海 所以对 那个城市 对上海 这个地方 很有感觉 就是读他那一课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亲切 对 还是对城市的一个关怀 就是城市文化底蕴的关怀 我觉得大家多关注城市是一件好事 谢谢你 后面我看见有一位女士 先最后面那个穿背心的那位女士吧 短发往后看的就是你了 那个我也是葛老师学生 哇 真是逃离满天下 我也是毕业了 然后今天过来看一看 我想为葛老师一个问题 不关您书的 关于您的作家这个身份 在香港做一个作家 可以给我 给我们讲一讲 真的是在香港 如果您不是在大学教书的话 您觉得香港的作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因为我之前听说是 香港的作家生活非常艰难 这是个蛮严峻的问题 可是我想插嘴 葛亮呢 不教书也行 他写影评也写得很不赖 那这也是另外一种 我可以靠影评来 维生吗 你觉得 说不定可以的 香港的电影 电影界会给我这样的一份 殊荣吗 我们不妨试试 在香港真的可以靠写作为生吗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如果是靠写剧本的话 有可能 但如果看靠写 纯文学的文字 那你需要 怎么讲呢 你需要心里面 可以感受到一份 在写作层面的孤独和寂寞 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这不单是香港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整个的 可以讲是文化界 普遍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无论是在普通的读者之间 实际上还是在作者本人 经常会追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写作究竟为什么 那我自己的写作 你把我之前也跟很多的朋友在谈 我是把写作本身视为一种享受的 我不能够把它作为一种 生存的一种途径 那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别的作家也许可以作为一种 很好动力 但是在我的层面 我可能会反而写的比较糟糕 因为我有压力 对 因为写作对我来说 是种表达的方式 这种分享的方式 可能稍稍有点偏题 实际上你问到的是一个 蛮实际的问题是吗 对啊 因为我自己有个偏见 我觉得香港的作家 一般都是出生于富国人家的 然后比较可能出生于 稍微经济条件不太好 家庭很难出作家 所以你在暗示我很有钱吗 没有 我就问您从大陆来到香港写书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样子的困扰 我还好耶 我觉得也就是说我在大陆带了很多钱过来 是吗 没有没有 是因为您在大学教书吗 如果说 就是说如果说现在 因为在大陆 你要知道做一个成文学创作 其实是有很难的嘛 因为那边可能比较事故 有一些题材不能写 那可能香港 就我刚才之前在其他地方听一些讲座 他们就说香港应该成为中国最后的一块文化的什么保留地 会要保护中国的文化之类的 但是我却觉得香港地方也很事故啊 在这本写作也不能尾声 我能帮他答吗 我总是在擦嘴 其实刚才这位女生你说到在大陆 有些东西不能写 其实这个有一点误差 写不写是你的事 发不发才是能不能的事情 所以呢 很多作家还是依然在写的 据我所知阿诚啊 著名小说家阿诚呢 他是一天到晚在不断写 只是他不发表而已 这是可能是外在的选择 或者他自己内在的选择 那至于香港 这是不是一块乐土 我怀疑这位同学想问的就是 如果葛亮你现在不是在大学里教书 你还能继续写作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 所以你没有在帮我答 我在帮他说 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还是在于一个写作者 你把写作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你生存层面 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 那刚才讲到了 确实我有一份证据 这对我写作而言 会是一个后盾 但实际上写作在我的 可以讲在我中的生命中的位置 并不会说和专业的作家相比 哪一个孰轻孰重 所以你刚才讲了一点 实际上我是赞成的 在香港这件土地上面 为什么刚才你讲到好像是一个 怎么讲的 一个文化的保留地一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文字这东西在香港 除非你写流行文学 文字这东西在香港本身 它的市场性没有这么强 所以更多的人去写作 真的是因为自己想去写 因为自己想去表达 甚至像Alice刚才讲到的 有些东西的话 可以只在跟圈内的朋友分享 他们有把它作为一种市场的信号 甚至于一种商品来对待 对所以 因为其实我在座的 刚才讲到我的一些学生 实际上也跟我写上一门课 叫Critory Writing 在学创意写作 就是特别是小说的部分 实际上我一直跟他们交流的 一个观念就是 上这个课并不是说 将来出来以后就一定要做作家 实际上写作的过程 实际上在培养自己的一种 可以讲是一种 从人文观念到人生观念的过程 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捷径 就像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 所谓的就是 电影人 或者甚至于作为一个电影的观者 实际上他最大的享受 并不在于电影本身 而是在通过电影 去观照 去经历别人的人生 实际上是一个人 过数辈子的人生的一种捷径 写作对我也是如此 我通过架构一个故事 我通过去描述 我自己想象中 或者说有一些原型的 他人的生活 实际上我也在感知 或者在获取别人的人生的信息 在感知别人生命的温度 那我觉得真正的价值在这里 因为刚才我学生 一直在跟我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生存的问题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 很大的话题 如果正在香港的部分 我会觉得 跟香港的艺术发展局讨论 会更加的切实 因为我不是官方的代表 还真蛮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再重复的话题 每年都在说 每年作家之间的交流 也都没有办法去突破 这样的一个范畴 对 所以我想从我的个人而言 我就谈那么多就好 所以写作者 他不断地写 其实自己在快乐着 虽然写作不能创造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是无形的 或者我们再世俗一点讲 葛亮一天到晚 在家里窝着写作的时候 他到外边就很少消费了 这不是省下一大笔了吗 这个插科打混 但是我刚想补充的就是 像葛亮这样认真的写作者 在香港的确是比较少见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是很少见 你想想 他为了完成朱雀这一部长篇 可以花五年的时间 是在搜集资料 那如果他是为了拿写书来赚钱 赚稿费的话呢 他应该写那些通俗的 世俗的言情的 那很快就会换到稿费 可能一晚上写他70万字 可以吧 那各有不同了 所以说 葛亮是一个很认真的写作者 看我多激动 这里还有一位长头发的女生 想问葛亮问题 在最前面这一派 后边有事吗 好 请您先问 我就问一下葛亮 在香港待了这些年 其实在香港的生活经验 对你写作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还有就是 因为你现在作品还不是很多吗 就是因为以后你的作品里面 因为刚才Alice说的 就是还是你家族的作品 会先去考虑 就是在香港这方面的生活经验 会不会是一个给你提供一个客观的生存环境 rather than对你的写作啊 感受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问题 因为我在香港也生活十几年了 确实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写作者 你一定要面对的 就是你的实际的生活的环境 或者说成长的环境 跟你的写作之间的一个互相之间 投射跟辐射的关系 那确实如此 我在香港这么多年 开始很多年 在写的大部分题材 虽然还是有关于我的故乡 有关于南京 但是让我这些年 也在开始尝试写香港的东西 有关于香港的题材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逾越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 你作为一个写作者 实际上你需要有一种 怎么讲呢 就是天然的 不能讲是使命感 就是天然的一种责任的态度 就是在你自己所表达的部分里面 在你自己所要释放的对于你的读者的温度里面 这里面实际上涵盖的东西 就是说你真正的读懂这座城市 我实际上我还蛮难讲说 我在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在这里出生的 所以还蛮难讲说 在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 你就可以深切的把握住这个城市的内核 但是恰恰就是我希望我写作的时候 能够能够打把握到的一种前提 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也蛮好的一点 就是我的写作实际上也伴随着 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在共同的成长 也在写一些有关于香港的故事 那每次写香港的故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用了成长的一词 实际上也是我在不断的进入到这个城市 赋予我的一种感觉的过程中间的这种一部分 所以你包括这里面实际上也有写到香港 有时候就如同上次有朋友问我 说一般来说把香港和上海作为双城来关照 但是你的是很特别的 你是把香港跟南京作为一种关照的 这种互相之间比对的对象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潜意识里面 或者更加的和我自己的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的部分 因为真的我的写作可以讲是开始于香港的 但是写的是南京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香港给我一种公身反照的机会 甚至可以讲是一种机遇 因为南京这座城市的一种气息 实际上跟香港太不同了 它的反差相当之大 南京太舒服了 真的就是我今天经常用的一个词 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吴静子先生讲 蔡庸九宝皆有六朝的淹水器 你在这个是一个值得徜徉的城市 所以徜徉换一个词 实际上就会把人变得懒洋洋的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我很佩服一些一直还在南京本土出生 甚至生活的我的前辈作家 他们一直比更不错 但我实际上在南京的时候很少写作 就像我每年回去 我都不会动笔一个字的 但是在香港的部分的时候 香港本身它做这种气息的不同 实际上会刺激到我去公身反照 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实际上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点 就在于香港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去让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交融和撞击 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我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也是评论者的一种归类的方便 方便吧 就是会给一个作家 特别年轻作家身上会贴一些标签 你或者是南京的作家 或者是香港的作家 又或者是台湾的作家 因为我的书最早在台湾出版 但其实我觉得实际上这些标签 实际上对一个作者本身的写作 其实都没有这么太重要 因为就像我讲到的 另外一位我很钦佩的作家 Herman Hissay 实际上你很难去定义 他属于哪样的一个地域 对不对 我们埃莎尼亚也好 还是瑞士也好 还是俄国也好 你很难去定义 但是这些地域对他身上的赋予 给予他的营养都一定存在 对 所以我会觉得你刚才讲的香港的部分 我其实也非常的乐意去书写他 但我希望这种关照包括去表达 会是更加深入的将来 对谢谢 所以葛亮关于香港的书写也有啊 他写了很多香港一些低下阶层的人的 他甚至呢身体力行自己去做过这个调查 甚至在茶餐厅吧 他打过工做过 没有啊 没有吗 我真的以为你在茶餐厅打过工 他有一篇写这个适应的文章 那吉马他也做过一些访问 访问一些社工对不对 就了解一些阶层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师兄是这个社会学习的 然后当时因为要涉及到一些就是 我想去表达一个人的这种身份 或者说一个人的随他的迁徙 他的这种对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改变 这从这个这这个主题切入 所以呢 我曾经跟他去做过一些访谈 想写一些有关于新移民的故事 那实际上在《七生》里面会有一篇叫阿德格斯蒂夫 那段感觉想写那个的过程 呃 是是感觉方面的意外 因为我们通常就讲到的 比方说一些新移民问题 我们总是有些想想象 文化想象 那特别是呃 影像化的东西 有给我们造成了其实很多的 我觉得是一种steer type 是一种成见类的东西 那比方说提到一些具体的地域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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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围 我们之前也看过学乡画一部作品 啊 这个天水围的这个这个这个业语物 那我们的感觉好像都很凄凉 或者说很惨淡 甚至于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 甚至于很爆裂 但其实我通过跟我的师兄的 这些采访的部分 我发现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 对于自己这样的一种 实际上呃 有时候可能是非正常的 一种生活的生存的状态 实际上他是他实际上是非常坦然的形态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惯常的心态 就是 苦中作乐 也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在 他是把所有的我们看来的苦痛 当做一种平常的生活在过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包括实际上在 在我写朱雀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也有 真的我会觉得一个写作者 他这种第一手的这种资料的搜集 甚至于这种 对他的这种 呃 有可能作为目标的书写对象之间这种访谈 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这是你把握 也许你可能会涉及到了一个人群 甚至于一个时代的感觉的一个必有之路 就是 因为我我没有经历过文革 我更加不可能就是当时的这个这个 整个的 所谓的抗战的这段时间 那就你你更没有质的这种触摸 但是我通过一些访谈的部分 我会感知到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影响中血雨腥风 又或是在那样的一个 呃 我们的认知里面是大开大合的部分 实际上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 仍然是柴米油盐点点滴滴 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很苦痛的部分 他们会拿来当笑话讲的 你知道吗 就比方说 我在朱雀里面有写到 就是当时这个呃 当然我中间用的画名 当时写到就是呃 江苏省的省委书记 那我在里面用就江国 就他的名叫江伟青嘛 当时有一个万人批批批批大会 实际上在南京是个很大的实践 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都是 觉得有很多很很不堪的 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场景 很惨烈的这种场景 但是我去访谈过一些当事人 他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蛮津津乐道的 所以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 都是最后都是大风起于清平之末 都是由一些民间的最本出的 一些最平常的声音 所构筑出来的 所以所谓我们的价值判断 判断 所谓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实际上还是黑格尔那套东西 所谓的被砍伐了 职业的主干的部分 而这主干的部分 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但我仍然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恰恰就是被他砍掉的部分 对 所以葛亮这番这番话 就证明了这个写作 源于生活的重要性 另外呢也证明这作家作家 不是坐在家里面 这么容易就能写得出的 还要做一定的实地访查 那刚才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前面第一行 大家把麦克风给他一下 长头发这位 是不是葛亮的学生啊 没有我因为是 其实很晚才关注他的 可能是上上个月 上上个月才开始买书 然后我刚才在问 我翻了一下那个戏年 我想问一下里面的文章 好像跟我正在看的七生 有一些名字的相同 那内容是差不多的 这读者厉害 他说出了某个要点对吧 这是版本学里面的 版本学里面的研究的范畴 那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 刚才已经讲到了 就是我最早出的这个戏年 就是台版的部分 台版的部分在07年 明天出版的戏年 实际上中间是七个故事 但我这个series 这样的一个系列 实际上一直在延续 所以这本戏年的出版 实际上是从某种意义上来 实际上是为了港台的读者 那我在 我在这个大陆出版的七生的部分 是把这个series整个收权了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更完整的版本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小说都是小说 我就想问一下 有多少percent是真的假的 或者说 你可能会把一些真的东西 两三个人的聚在同一个人身上 等等 对 这个是一定会存在的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出来 因为我看 最后刚才看到一篇威廉 我就看到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OK 对 我就不继续讲了 所以我就想问 到底有多少percent是真的假的 很可爱的小读者 我也想听格亮怎么讲 虽然我是觉得这个真假 很难用什么percentage来分 我们不是化学成品 对 就不是说真的 多少就问一下 那其实我可以讲 整个的这个series里面 就是大多数都是有原型的 包括我会把我自己成长的经历 会放置在里面 那对于小说跟原型之间的这种关系 实际上最早鲁运先生都有讲过 实际上无非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杂取种种 何而为一 对 那你刚才讲的对啊 中间有一些不同的人物的特质 可能最后就放置在同样的一个人身上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人 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表达 你想表达的就是某一类人的 或者说某一个人群中间的 他的各个的面向 对 还是你刚才意思是比较关心我本人的部分是吧 我猜是 都有都有 都有就是里面因为有每一个人都很生动 所以我就想到这些人物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吗 还是说里面它是一个人 基本上都有原型 这边都有原型 对 那好了我帮这小妹妹问了 你实话跟我们讲里面那个威廉这个角色呢 到底有没有你的成分好了 我是关心威廉里面提到那个 另一个 那个浴场上面的麻烟头 这样啊 我就刚刚好看 真的看得好仔细的一个小读者 确实确实就是 因为今天Alice也有提到嘛 就是说本身这个戏年 它在地域上的跨度会比这个棋生更加的大 因为棋生主要写的还是在南京的部分 这个确实 为什么会写到 Minkover 为什么会写到在北美的经历 当然跟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关系 我刚才坦白这么讲 那就是说其实还是 我希望在我所谓的就是 感觉到了生命的表达 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脉络 实际上还有空间上的跨度 当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的心境在变化 你遭遇的人也在变化 你面临的事情实际上中间有不同之间的这种流转 所以包括你跟当地人的一种 可以讲对一种交流 一种互动 包括你在一些具体的场景里面的一些经历 实际上都可以投射出来一种文化价值观的碰撞 特别是又涉及到父辈的问题 你在你当地去寻访 你在你所生于私长于私的地方 然后去感知来自于长辈的来自于父辈的温度 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种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流行的感觉 你能体会吗 对 因为我看那里就觉得可能读者会把那个主角直接套在作者身上的 他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形象 让别人就觉得怎么这样子 所以不同的读者读出来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文本呢 他已经在自己延续了一个故事的创造 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 所以阅读呢 从阅读中可能你也有机会认识自己 就我们这一次书展的主题了 所以这个小妹妹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可以阅读更多的自己 或者联想出更多的故事出来 刚才我看见我们时间抓紧一点 那边还有位小妹妹 白色上衣的短发女生 其实我是她的学生来的 又是 我只是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平时会觉得上课会轻松一点 因为角老师从来都不会讲自己的作品 就是我是上小说创作课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将自己的作家的身份引去弱 反而多一点讲其他人的作品 其实因为角老师自己又写了 又要教我们 我一直都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是一个作者的时候 你教一个学生去写小说 你怎么样去平衡 令他不要刺自己之余 又给到一些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你不会将我 因为我一直看的评语 就是他不会 就是说要求每个学生都写得像他一样 绝对不会的 我反而想有兴趣知道一点 就是你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就是一个作者和一个教育者的关系 就是这样 插嘴 你不要忘记葛亮 他是主修文学评论为先的 他先是文学评论之后才自己开始创作 所以我相信平衡这一点应该都有塞了 格亮老师 其实你要不要照顾一下 就是我们的朋友里面可能有内地 果然是很细心体贴的 刚才格亮的学生就是说呢 格老师为什么你在 就应该说他很喜欢格亮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就不会把自己的作者这个身份放在前线 就把自己作者的身份隐退了 那他就想了解在写作和文学评论这两者之间 到底你是怎么平衡的 那我刚才擦嘴就说格亮是先学文学评论 是后期才开始创作 刚才我说这个年这个概念 创作这个年 我对于格亮来说呢 我知道他是起步很晚的 在港大读硕士的时候才开始写作 那就是他已经有一定的文学根底 去做一个文学评论者 才自己去写作 我相信你是平衡的很好的 所以我不用回答了是吗 我总是强话 可是你的同学 你的学生是希望格老师自己亲自回答 给点其他意外的答案吧 你都帮我说完 然后我再意外 应该这么说吧 惊梦吧 应该是 所以我要重新想到说辞对吧 对对对 那我知道我只有说 我现在文学研究做腻了 是吧 所以你变吧 应该这么说 就是 所谓平衡对我而言 实际上真的 没有这么 这个关系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 刚才Alice也讲到 实际上我比较早的 我对自己的定位 很可能更多是一个阅读者 和文学的研究者 因为我始终觉得 门槛 所谓的文学的门槛 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作家 你的起点 实际上对你自己而言 对你自己的定位而言 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可能和我早期的阅读的经历有关 因为我的父亲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引导我读的东西 在现在看来 他太大步头了 可以讲是一个儿童的 生命中的无可承受之重 所以建立起来的一个 一种观念 就是实际上文学是一个非常高尚和伟大的东西 一般和凡人无关 特别是 我的家庭里面 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父辈里面有些人物 就是我会觉得 他们对我而言 是一种巨大的身影 我可能此生难以忘记相悖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写作 但是一直在阅读 那一直到后来的话 就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感觉到 你真正要很好的去研究你的 就是真正很好的去感知 去认知你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些具体的作家 那你仅仅是作为一个研究者 本身的身份是不够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对于作品的解读 那甚至于有一些 还有更多的一些说法 对于所谓的经典的从事 但是在我看来 你仅仅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 去触碰这些 其实是缺乏温度的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怎么这个作品解读出来 或者这个作品把它阐释出来 作者当时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在我现在看来 实际上有时候这种解读 像是over的 实际上是超越了本身在创作者 他所编 他所构建一个文本的时候的这种原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希望通过我本身这个写作的行为 去感知到他们作为 我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创作者 他所写作的这种初衷 他所去经历这种写作的过程 快乐也好 苦痛也好 我希望能够进入到 他们的这种写作的轨迹中间去 所以这时候开始提笔 那反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因为经常也有些朋友问到我 你怎么样平衡这两种身份 一会是一个研究者 一会是一个写作者 我会觉得对我很好的一点 就是这两种身份实际上是一种互补 为什么 因为学术训练的 学术的这样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讲实际上一直提供给我一种训练 这种训练是一种什么方面的 更多的是一种逻辑化的过程 你会觉得 你会将这些 来得益于学术训练的这种逻辑 训练的过程 或者说在结构文本的这种过程 把它渗入到我的创作中间去 特别是长篇小说的部分 长篇小说 它对这种结构的要求实际上还蛮强的 那换言之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在你写作的过程中间 你本人的这种写作的经验 你在写作中间 所反复 魔力甚至说反复体验的这种来源于写作的温度 同时也在帮助你 去真的是可以讲是感同身受你的研究对象 所以我自己有一种理想 就是希望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和作为一个写作者 你写出来东西都希望是有温度的 这种温度是来自于人本身的 绝对不是任何符号化的东西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概念 所谓的close reading 从文本出发的这种 解构式的那种东西 而是来自你对它的一种最深切的一种 血液上的这种认同 对 我发现葛亮今天讲的很多次都是温度这个词 那在他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七生》呢 《弥压》呢 《襄往江湖的鱼》啊 还有今天我想介绍 《细年》还有《猪雀》等等 不管是中篇短篇还是长篇 都有他文字叙述的温度在其中 那我希望大家呢 不管你们有没有兴趣阅读 真的去翻一翻他的作品 从中感受一下 你能理解到多少这位写作者的温度了 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先掌声再感谢葛亮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葛亮 谢谢大家的到来 我们也期待葛亮日后有很多的新作品出现 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关于他的家族史的描写 这个我是非常有期待 因为我觉得太宏大了 也谢谢Alice今天跟我配合 谢谢 谢谢 杨光男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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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